还原一代女皇武则天的真实面目 有声书武则天从三岁到八十二岁 作者王小蕾 演播 骆驼 由独克熊猫军官方出品 第166集 听完媚娘的话 李志沉默了片刻 然后他疏然问道 李济怎么说 媚娘一正 李济近来称病 许多天未参与赵队了 经李志这么一问 他才意识到有些不对 李大胡子长托身体有样躲是非 这个时候偏偏告病 莫非连他也觉得这仗不宜打下去吗 那可是久经战阵 运筹帷幄的将中魁首啊 李志似乎意识到了缘由 他轻轻垂下眼瞼 如果这场仗 打得实在不顺 不妨暂且 不行 不能前功尽弃 咱们是天下之主 也能让别人牵着彼此走啊 媚娘 莽然翻过身 方才他还说不想滩浑水 真叫上针也就不管不顾了 好好好 反正现在啊 是你与群臣裸走 医着你便是 李志不无抱怨 你今日啊 火气甚大 连朕也招惹不起了 午后你娘进宫 我让王福圣唤你回来 你不回来也罢 何必跟个奴才说那样的话呢 媚娘早把下午的事 望到脖子后边去了 这才问他 我娘入境何事啊 你姐姐也病了 可喜 他们一老一小啊 是来求医医的 媚娘心念一颤 却说不清 这是悲还是喜 武顺与李志有染 曾惹得他大为不快 如今啊 姐姐一场大病 以后进宫的机会更少了 和李志之间 就算是断了 可谓是大幸 但是 手足之情 毕竟还是有的 况且 母亲年事甚高 谁来照顾他老人家呢 这也是他的一桩烦心事 但是 李志却早提的想好了 朕呢 以大发蒋孝章随他们去了 当初 远折你的两个哥哥 如今你姐又病了 镇控老夫人缺人照料 又赏了几个奴婢 还赐了 你那个外甥女 鱼带腰牌 今后有什么事情 她可以直接入宫找你 妹娘 见她这般照顾自己的家人 又不免觉得愧疚 臣妾不在内 也真难为陛下了 李志就是搂着她的身子 朕的病啊 近来近好 待到天良 索性就搬到宫里 也省得你来鬼奔波 见孩儿们呢 也方便一些 今早郭瑜请见 说给咱们的红儿换书 春秋学了不到一半 为何换书啊 昨日讲到 鲁文公元年 楚世子商臣 士其君 红儿不想学了 说 子氏父 臣氏君 此事何忍文 郭瑜对阵说 打算换李济教授 咱们红儿啊 果然是天性纯良啊 妹娘口上虽然这么说 但是心里却不甚认同 这孩子是如此的胆怯善良 如何洞悉权力背后的 你死我活呀 制奴啊制奴 当年长孙无忌 何尝不是觉得 你人善可欺 才越做越甚的 怎么不引以为见呢 但是 李治却不这么看 我家自高祖建座以来 父子相逼 手足相害之事太多了 朕也实在不愿看到 同事操戈 难得红儿人善 若能悉心培养 成就一代有得胜主 也未尝不知好事 你书也读了不少 看过李济吧 妹娘打了个哈欠 小的时候看过 周冠 仪礼 都曾草草翻阅 女孩子读过三里的 可真不多呀 小时候啊 我母亲拿我当男孩养的 读过周冠 有何心得呢 心得 嗯 妹娘忙了一天 实在是困倦了 哪有心思跟她讨论经意啊 然后她轻轻地闭上了眼 堂塞道 心得就是啊 咱们朝廷的那些官名 比古人差远了 都是宰相啊 中书省称令 门下却称市中 尚书省又以仆叶为尊 还有什么考工 笔部 督官 余部 我都记不住是管什么的 乱七八糟 若以我的性子啊 把他们都得给改了 李志笑了 反正现在是你做事 愿意改就改嘛 我又没拦着你 妹娘只是说道 等我那天有兴致再说吧 然后 她翻身欲睡 李志属然想起一件事情 又俯着她的肩膀 低声说道 哎 一转眼 薛元超离境五年多了 手效齐满 听说 宝圣大师思念侄儿 对咱们颇有怨言 我可是塌了人家带大的 不能忘恩负义 明儿呢 你就跟许静宗说 快把薛元超召过来 哎 听见没有 嗯 妹娘早已是昏昏沉沉 也不知听清没有 只是随口应答一声 便睡熟了 在妹娘极力的坚持之下 大唐东征的脚步 没有停滞 随着日月推移 形势似乎出现了一丝好转 流人鬼捅兵出击 在新罗配合之下 从百计叛军手中夺回了雄金江口 总算是保障了水陆长通 南陆军苏顶芳 与高丽军对峙于沛江 经过几番激战 终于击溃其防线 包围高丽国都平壤 十至九月 北陆军也有了突破 气壁和利等军受阻于鸭鲁江 但是随着天气转冷 江面开始冻结 唐军趁机成冰渡水 鼓噪而尽 大破冤南生 追击数十里 斩首三万级 在这种形式的鼓舞之下 媚娘又一次的振作信心 接受波斯王子贝鲁斯的投诚 又在口雁达 济宾等西域十六国 设置了肉汁 天马 高富 等八个都督府 下设七十六州 一百一市县 一百二十六军府 隶属安息都护府管辖 将戒碑立到了图火罗 也就是今天的阿富汗之境 至此 大唐对西域的控制 已超越东汉 版图之大 古所未有 人逢喜事精神倍增 理智甚至觉得自己的病都要好了 他主动提议要到陆魂去游猎 媚娘自然是兴高采烈的相随 然而 他们的好运 似乎便到此戛然而止 随之而来的是形势急转之下 自从大驾出了洛阳城 坏消息就一个接一个地传来 苏定方虽然包围高丽国都 但是平壤城雄伟坚固 又有重兵数位 根本无法撼动 北陆军渡过鸭鲁江 迎接他们的却是辽东的冰天雪地 敌人早已是兼毙青野 百里不见人烟 大军推进艰难 粮草时长不济 而百计军的内部也发生巨变 福信用福于风为主 诛杀道称 兼并其不重 统一富国军各部 黑尺长枝也听其调遣 辽东的局势越来越不妙 而就在这个关键时刻 新罗国王金春秋病逝 新罗国王未更替 当务之急便是稳定内部 安抚民心 大唐暂时指望不上这个盟友了 更糟糕的是 大唐重要的助手 回合首领 婆润也在这个时候失势了 其子比速独继位 此人远不似于他父亲顺从天朝 掌权之后立刻与唐翻脸 不再帮唐军东征 而且还勾结铜锣 蒲固 兴风作乱 与此同时 暗中窥伺机会的吐蕃 也有了动作 又开始向土玉魂下手 一时间 大唐边疆从东到西 兵祸四起 处处狼烟 鹿魂 原是春秋古国之一 据说呀 就是居于这个国家的荣人 杀死了宠幸包四 烽火系诸侯的周幽王 一千五百多年过去了 这里依旧是山川眷秀 密林聪裕 阵阵北风袭来 吹得山林 沙沙摇曳 也吹得禁军旗帜 漂白不止 在侍卫宦官 乃至群臣的簇拥之下 李治身着戎装 头戴五变 乘马 立于荒原之上 等待野兽的到来 而媚娘 却没有参与狩猎 远远安坐在车上 遥望着这一幕 却微醋额眉 明显有些心不在焉 局势一团糟 还拿有玩儿的心思 不过 李治倒还沉得住气 或者说呢 他故意表现的气定神闲 今天这场涉猎 不仅是玩儿 还要向百官证明 自己的病 已经好得差不多了 耳听得阵阵思明 又见沉烟腾起 一大群的张袍野猪 在士兵的驱赶之下 精窜而来 李治丝毫没有犹豫 他立刻张弓搭剑 只听嗖的一阵风笛破空之声 却没有射中猎物 他即刻又搭一箭 再度射出 依旧是连野兽的矛 都没碰到 昔日李氏鸣酷矮狩猎 纵马驰骋 剑无须发 兴致高涨之时 甚至抽剑上千搏杀 而李治 却没有那个本事 他的狩猎不过是凑凑热闹 况且他目眩之政 尚未痊愈 此刻又忧心忡忡 哪里射得中呢 好在 将士们不会令皇帝蒙羞 就在李治开弓之后 大家纷纷张弓搭剑 顿时将跑在前边的几只猎物 射得如同刺猬一般 剑雨漫天横飞 皇帝究竟射没射中 也没人瞧得清 紧接着 分裂李治左右的骑士 纵马而出 便如冲锋破阵一般 各执长刀 奋力砍杀 无论是强壮的野猪 还是矫健的迷路 甚至豺狼虎豹 都被砍翻在地 烟红的鲜血 四下飞剑 既雄壮 又有几分残酷 李治望着眼前厮杀的一幕 不知是觉得太血腥了 还是没有心情再射下去 只列此意围 便收起弓箭 拨马而去 他来到皇后的车边 隔着杀杖 对妹娘说道 方才的衣服 悄悄向王秉奏 安息都护扬州病逝 秋辞国又怕乱了 秋辞乃是 安息都护府所在之地 一旦有诗 那么朝廷 对于整个西域的控制 都将动摇 妹娘也知道 此事的严重性 她凛然说道 兵来将党 水来土野 派兵堪乱便是 又有什么可犹豫的 李志点头 为任命苏海正 为封海盗行军总管 会和阿什纳布珍 阿什纳迷社 同往秋辞池源 说到这儿 她顿了片刻 继而她叹了一声 这样下去 恐怕不是办法呀 妹娘当然听得出 她这句话的弦歪之音 不禁摇头 哎 当初咱们执意用兵 甚至以御驾亲征 破写百官 倘若半毒而废 天下臣民 又该如何看待你我呢 妹娘这话呀 算是彻底 把老底给揭穿了 归根结底 这其实是面子 无论胜败都要堵这口气 李志觉得他这话也有道理 一时又没了主见 夫妻相对无语 正犹豫之间 又觉 一昧 回头一望 见 户部尚书窦德玄 中书侍郎上官仪 吏部侍郎李安七 兵部侍郎杨洪武 李部侍郎孙楚曰 尚书又成崔于庆 等十几位无品以上的大臣 涌涌而来 宛如刮起了一阵红色的旋风 人人正观整袍 神情肃母 一看便知 他们也获悉了秋辞内乱之事 八成啊 又是来见言的 李志轻轻咳嗽一声 明知故问 列位爱卿 连妹而来 有何缘故 李安七前去一步 率先开言 他出身师叔世家 祖父李德林 乃随朝宰相 父亲李百耀 修过史书 他自幼接受熏陶 自也非等闲 先向帝后恭恭敬敬的 身师一礼 这才说道 陛下 不忘忧患 狩猎严武 臣等本不当严朝政事 然则 事有缓急 诚不可待 只好 失礼冒尽 还望陛下和娘娘 宽悠 这样 是先礼后兵 先请罪 省得你们转移话题 挑毛病 李志暗自苦笑 君臣自当以国事为重 有何见言 但说无妨 一语落定 十几位大臣 骑骑跪倒在马前 说请陛下以设计为重 素质 高丽之意 该来的早晚都要来 李志面对群臣 再不能拿媚娘挡家了 他只好拿出皇帝的气势 都起来 慢慢说 窦得玄 乃太木窦皇后之之孙 与皇家有亲 他当先见言 去岁至今 兵费日增 周县劳顿 疲弊百姓 河南河北 募兵四万有余 此皆夺权母之利也 况 输粮营造 超于摇曳 长此以往 恐有备农时 耕田凋臂 孙国之矣 他身为户部尚书 管理天下户籍土地 这些话 他是有感而发的 正是 兵部侍郎杨洪武接着说道 金 百姬 鬼河 铁勒 秋辞等 积蓄用兵 土拨窥击土玉魂九矣 亦当甚方 而区区高丽一鱼 击败十万王师 尽不能取 两道艰难 与其空劳无功 不如暂解收兵 以堪诸乱 领带天时 游位未完 是啊 礼部的孙楚约也说道 先定西域诸藩 求者不过三五载 尽者未至积年 冒功而心未负 此时不宜 此时不宜大动争讨 应以怀柔 积迷为先 事实胜于雄辩 战局明摆着 憋了半年多的群臣 今天总算是开了话匣子 你一言 我一语 征言收兵 李治甚是忧虑 又见中书社人张文贯 己事中代志德 也在人群之中 更觉事态严重 张文贯乃李济所举 两人关系密切 而今李济病而不潮 张文贯的态度 很可能就是李济的态度 看来呀 老将军也认为 该把守了 戴志德乃前朝名相 戴咒之子 此人才敢出众 却性格内敛 从不抢奸出头 也不喜欢附和众议 可是他一旦开口 那必是关乎国运的大事 今天呢 连他也开了金口了 有声小说武则天 从三岁到八十二岁 作者王小蕾 演播骆驼 更多精彩内容 请您期待下集 感谢您的收听